国道五号昨天晚上九点多发生了严重的死亡车祸 一辆载满赏鹰团游客的游览车 疑似在返回台北的途中 因为车速过快翻落边波 全车四十四个人 确认有三十二个人死亡 十二人送医急救当中 而这也是国内三十年来 最严重的公路事故 整辆游览车卡在边坡和护栏中间 车顶已经飞到一旁 现场以自己乘客物品散落一地 大批搜救人员继续检查 确认没有乘客在车内后 十四号凌晨十二点多 准备进行吊挂作业 十三号晚间九点多 国道五号接国道三号南下大转弯处 发生严重死亡车祸 吊挂上来的车体已经扭曲变形 车顶几乎被削了一半 有多名乘客直接被抛出车外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 车上乘客加上导游和司机 一共四十四人 目前确认有三十二人死亡 十二名送医急救当中 以现在来讲就是说现场三十位欧卡 那么检察官也同意先移到殡仪馆 再做后续的勘验 那另外十四位送医者当中 我们根据这个同仁的回报 就是还有两位在这个送医过程 跟到医院也发生欧卡 根据调查 这是由蝶恋花旅行社主办的武林农场 一日赏鸣团 参加的团员以年长者居多 不幸在回程发生大车祸 目前警方已经确认伤亡指名单 见识人员与检察官也在现场做相关彩证 希望能在天亮前抢通国道 究竟是车速过快 导致过弯刹车不急 还是疲劳驾驶 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记者朱凤志张子佳台北报道 H5N6禽流感疫情延烧 继花莲之后 台南有一间火机场已中标 另外在嘉义以及花莲 也陆续的传出疫情 有学者就认为 这可能是和业者轻忽状况 有关 建议政府要召开专家会议 加强防疫 满地火机尸体让人看得胆战心惊 台南六甲一间火机场在短短几天内 爆发出三千多只火机的死亡案件 送检之后确定是感染禽流感 感染H5N6病毒 那我们会针对这个六甲的附近 这个三公里以内部分要求所有的禽场 或七至几场都不准未经许可 不准去贩售 那么不准做移动的这个任意的移动 那另外也会加强检查跟消毒 另外在嘉义县也确定 有一只丝载被送咽的乌骨鸡 感染H5N6禽流感 源头是莆子市的一处养情场 下午已前往采取活体送咽 人们对疫情各县市都不敢掉以轻心 防疫人员全副武装 前往花莲玉里镇三名地区的压场 进行消毒 外头也拉起封锁线 禁止人员进入 因为传出有压场被验出压肢 感染H5N6病毒 另外向云林县从一月开始 已经累计扑杀超过十二万只禽类 包含在台西的一间养鸡场 也扑杀将近四千只的土鸡 虽然都并非是H5N6人出共同病毒 但因为温差加上候鸟北返等原因 高疫情风险也不得不防 台东地区也派出消毒车 到池上一带进行消毒 至于地方远景 还在花东交界执勤时 配合管制 特别注意运行车的往来 疫情大爆发 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业者轻忽状况 而政府第一时间也只有限定水勤禁运 没有把陆勤纳入 做法不够周延 如果是及时感染到旧型的时候 这个H5N8也好 H5N2也要通报 因为这个是非常强的 这个情绪感病毒 他这个病毒会感染水勤跟陆勤 所以你要禁运的话 应该讲起来 整个陆勤水勤都要禁运 现在的H5N6 他已经是 他已经是等于就是说 经过基因重组以后 产生了这个产物 那所以我们对他来说的话 我个人认为说 我们不用害怕 也不用恐慌 可是我们必须要用科学的方法 去面对这样子的这波的流行 有学者也建议政府要立刻召开专家会议 并开放资料来启动研究 否则未来恐怕会有更多新演化的病毒蔓延 到时候就很难收拾 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学测 有考生在国文作文 却以英文来作答 大考中心做出决议 预卷委员以零分来计算 今年学测的国文作文里 首先有学生在答案卷上 写上满满的英文 还有另外两位考生 则是在英文作文的回答卷上 不是写中文就是写上 日文评甲名以及汉字 分数怎么评引发热烈讨论 下午大考中心表示 这三份作文通通以零分计算 用错语言作答 除了作文部分拿不到分数 还要再扣该科一级分 有老师认为在大考之前 都有多次模拟考 考生应该都清楚 国文作文就是要以中文作答 不止有考生的作文乱作答 还有人在非选择题的答案卷控白处涂鸦 有密封还有山水化等等 总共有二十九件违规作答 另外今年学测各考区总共回报了两百八十一件违规 由于考生人数减少 比去年减少了五十件 违规最多的仍然与手机相关等案件 战打多数 记者综合报导 从去年的入冬到现在南部雨水不多 高平溪蓝河宴水位不断的下降 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局就表示 如果降雨情况不改善 不排除三月离风十顿 夜间会实施减压供水 干涸的土地让高平溪蓝河宴工作人员开始忧心 去年冬天到现在南部地区降雨 几率跟往年相比少得多 也让仰赖河川水源的高平溪蓝河宴水位越降越低 水晴灯号转成水晴烧紧的绿灯 截至13号为止 高平溪流量为19.3CMS 跟去年同期流量22CMS相比还少 管理中心表示近期南台湾 碰上最大的缺水危机在民国104年 当时高平溪流量只有13CMS 对比现今19.3CMS还有一段距离 不过近期春雨状况不乐观 连台南都有水晴灯号转为绿灯的可能 包括取水调度 节用水等等 作业都有在做 后续当然如果降雨一直不加的话 那可能才会有再检讨进一步的一些措施 何时实施第一阶段限水 南区水资源局表示没有时间表 但也坦言进行过内部讨论 要不要限水得看天气 只是根据气象局长期预报状况来看 嘉义以南到四月底为止 雨量都是正常偏干的几率较高 也就是说雨水相对性 不会比往年同期的时候来得多 想仰赖雨水降低水情紧张 恐怕稍嫌困难 民众还是得节约用水 降低可能而来的缺水危机 记者王提许证据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